嗨各位我是林 那今天呢 我又要來跟大家分享攝影桌邊配件 像我手上這一台X100B 是我最近的愛機 像這類型 體積比較輕巧的相機 一般它的臥室手感 不會比大台的單反相機還要好 不過呢 我們可以透過 加裝一些配件來提升手感 那我最常使用的就是紙餅 這邊還有一個 我手上有一個紅色跟一個銀色的 像這種紙餅呢 我是從RICOGR3開始接觸的 一接觸我就愛上這種小配件 它呢都是使用鋁合金製的 不要看它這樣細細的 非常耐用不會斷掉 那它的安裝方式也非常簡單 就是相機機頂這個熱靴蓋 你把它拆掉 拆掉之後呢 按照這個卡槽推進去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呢 它不會掉 非常的穩固喔 不過你要選用 你的機器的型號的這個 這個紙餅喔 你不要想說 反正都是熱靴 那我隨便買一個應該可以吧 其實它這個熱靴 還是有一點點的公差 再加上相機機頂的一些設計 轉盤啊 你一定要選擇你相機機型 專為你相機機型設計喔 當然 你可能隨便買一款 可能可以安裝上去 但是 它的這個長度啊 或者是凹槽 並不一定適合你的這個握把的部分喔 切記 一定要選擇 試用你相機的機型會比較好 那像這樣的紙餅呢 它不會為了你的整個體積重量造成太大的負擔 可是它可以讓你的拍攝體驗帶來非常巨大的改變 那我是一個非常喜歡單手拍照的人喔 那像我們右手這樣拿著 大拇指剛好就按在這個 這個紙餅的部分喔 那它這個紙餅的這個凹槽設計的角度非常大 大拇指按下去非常的飽滿 握感非常的好 而且啊 你不要以為安裝這個紙餅只是大拇指有個地方靠喔 如果沒有這個紙餅我把它拿起來 如果沒有它 我們大拇指原本是按在這個肌頂肌背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小指啊 基本上都是 鏤空的 那這樣握起來其實久了 你這個虎口手腕的部分 會稍微有點酸喔 如果我們裝了這個紙餅 我來裝個銀色款來看看 裝上去之後呢 我們的大拇指握尺的部分呢 從這個肌頂的部分 再往上移 再往上移 那你整個可以牢牢的從這裡 往上移 你可以注意到 整個相機呢就到你的手心裡面 我的小指呢也可以 按到你握把的這個最底部 所以無形中就是讓你的整個相機的握把增加 可是它的成本非常低 小小的一個桿子而已 所以呢原本相機握把高度不足的問題就被克服了 非常符合人理工學 也可以大大的降低這個手部的疲勞 那像剛剛我這一款紅色是這個浩哥推出的 全部都是這個漂亮的紅色鋁合金的這種金屬質感 那現在安裝的這個銀色款呢 它比較特別 它是由King Camilla Designs所推出的 特別在哪裡呢 它雖然一樣全部都是這個金屬鋁合金 可是它在大拇指這個按牙處 它增加了一個蒙皮遷入的設計 整個視覺上的這個質感非常的好 而且它這個蒙皮的這個表面質感呢 是仿我們機身的這個蒙皮 所以搭在一起我覺得特別的好看 而且呢它也可以增加這個大拇指靠上去的舒適度 像這一款沒有這個蒙皮包覆了 按下去一樣很舒服 那摸下去就是冰冷的這個金屬的感覺 加了蒙皮呢 它的這個手感呢 又是另外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那如果你問我哪一種比較好呢 我建議是動脈 你才知道你適合哪一種 其實原本富士呢 它設計的這個肌頂的肌背 這裡斜斜的滑弱式設計 其實大拇指按著就蠻舒服的 可是如果你加入了這個質柄呢 整個重心提高握起來的感覺 你真的會回不去太舒服了 真的而且因為你握持感的力度 重心這個整個提升降低疲勞感呢 手持拍攝整個拾起來 那種感覺非常的靈活 我真的誠心建議你就是 一定要加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的相機比較大台 這個我就不一定會建議你加 因為其實它原本設計應該就還蠻不錯的 可是小型的相機 我一定誠心建議你 如果有熱靴的話 買一個這個質柄 真的是非常舒適 那我手上這一款呢 有萌皮設計是King Camera Designs 他們推出的喔 他也有推出沒有萌皮的版本 那另外一個這個紅色呢 是由浩哥 就是我之前折光照這個廠商所推出的喔 他是沒有萌皮的設計 都是佛富士XC5V 那他們各家針對XC5V所推出的這個質柄 其實外型上稍稍有點不一樣 那但是呢用起來這個角度啊 整個握感啊都非常舒服 你就去選擇 你喜歡的 這兩款我覺得都很棒 那我私心是比較喜歡 有萌皮的啦 不過偶爾我也會想用用這種 全金屬比較面的感覺 好啦那如果你對於我今天 分享這個 富士XC5V的質柄呢 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上淘寶去搜尋 我是在淘寶買的 這兩款我都覺得非常棒 那如果你問我怎麼選呢 我建議是都買 那你才知道哪一種呢 比較適合你自己 那用不到的你可以 丟上網跟其他網友交流 我覺得攝影就是這樣嘛 就是一種體驗 不只體驗拍照 你體驗這種設計的工藝 配件也是一種 攝影的過程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裡啦 之後呢我也會持續分享更多 關於攝影相關桌邊配件喔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你也可以持續的關注 訂閱我的頻道 好啦我是尼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